王小菲跟大S離婚之後 不斷的被爆料 說王小菲跟26歲的女性 張穎關心不單純 狗仔葛思琦還公布了 他們的照片 親密照 那麼其實葛思琦 先前就這樣的爆料 王小菲在30號 先在社群發文 否認出軌 還說子虛烏有 他要對台灣的狗仔提告 結果之後 葛思琦跟他通了電話 那麼王小菲同時跟大S 以及S媽來致歉 葛思琦也說要拿出鐵證 兩個人要直球對決 昨天晚節你可以看到 他就透過了直播來爆料 還說除了這位25歲的女性 張穎穎之外 還有其他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女性 甚至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親密照片 說是在這張王小菲的住處 這張居然是在大S的新婚房 表示他在出軌 其實就是在他們兩個 還有婚姻關係 甚至還爆料說 手上有影片 未來也可能再曝光 你說我子虛烏有 那我做給你看 所以我今天不管怎麼樣 圖我肯定要丟 王小菲告訴我說 他能跟大S道歉 他可以PO文 他也知道他錯了 那他希望我高台貴手 為什麼說張穎有個小生命 來換一台車子呢 因為當時 王小菲為了要把這個東西壓下來 那女方開口了 開口要什麼 要房 又要車 這個東西 證據 我之後再給大家看 日後再給大家看 好 我唯一妥協一件事情 我不滿告訴大家 我說有五個人的照片 王小菲告訴我說 能不能三人就好 這個女孩子 不是張穎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王小菲在幹嘛 其實很明白了 他整個鋪上去 跟這個女孩子 就在沙發上 這是個KTV 就搂青了起來 女孩子的手就在哪裡 就在王小菲的下體 這張畫面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王小菲是直接倒臥在沙發下面 而且 他就直接在這個女孩子上 身上依偽著 他在一邊拿著雪茄 一邊打著手機 這個房子是哪裡呢 就是他當時跟大S的新婚房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王小菲就直接把這個女孩子 給露爆住了 而且 他就依靠在沙發的邊邊坐著 那這個女孩子 當時 因為我要保護女孩子 所以我就把她的眼睛拿下來 這個女孩子當時 眼睛是閉起來的 幹嘛 大家可想而知 這個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就是親吻 這時候已經親到臉了 再下去就親嘴了 而這個畫面呢 這屋子 也就是 王小菲的住處 好 看到過在葛思琦 他在昨天的直播 李英環報先是秀出了 汪小菲疑似 這個偷心的三張照片 還掃到了誰 金曲歌王林俊傑 還有小色老公 徐亞軍等等 所以也讓登上熱搜 包含林俊傑的套房 現在也是登上熱搜 第一名汪小菲照片 還有迪力熱巴露函小色老公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金銀公司也代表林俊傑發出聲明說 關於網路上無端的影射 請停止一切的造謠 同時爆料小小老公 徐亞軍是什麼事 說他有跟俄羅斯的 俄羅斯級的飯局妹 在101用餐 那徐亞軍本人有出來說 是有用餐 但是對方是朋友 並不是飯局妹 那葛思琦在今天早上 經過了12個小時的沉澱 在晚上10點中發文 澄清了3點 分別跟徐亞軍 還有林俊傑來盜竊 但是S媽也來發聲了 說這位葛先生是住在我家嗎 針對這一連串的一個爆料 越演越烈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大S 在這個被指控說服用了 違禁藥品等等 那汪小菲也說 這是他一生當中 做最後悔的事 也表示之後不會再這樣 會停止來爆料 但是在昨天的這個直播當中 還是有不少網友非常好奇 像是來問問問看 是不是有陳建州 為什麼呢 汪小菲會被黑人陳建州來打呢 葛思琦也回應了說 因為當時大S懷胎9個月 快要生產了 兩個人起了口角 結果汪小菲就把大S跟妹妹小S 推倒在地 所以陳建州看不下去 就上前來教訓 黑人打王小菲是真的嗎 小菲哥你應該在線上吧 黑人到底有沒有打你 我相信如果你回去 沒有跟媽媽說的話 媽媽不會及時出來爆料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 那小菲跟黑人為什麼會打架呢 為什麼黑人會出拳呢 其實很簡單 當時他們說是某些立場的東西不同 我們不談某些東西啊 但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不是立場不立場的問題 其實就為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產檢 當時大S懷胎已經有9個月了 大家聽好了9個月了 再一個月就要生了 當時就為了產檢小小的一個問題 兩個人發生了口角 當時發生口角的時候 妹妹在旁邊 小S就直接出來全家 你不應該欺負姐姐 因為她有孕在生 結果小S這麼一出來的時候啊 王小菲進來對小S動手了 這一推 把小S吹倒在地上 當時把小S吹倒在地上之後呢 大S要保護妹妹啦 就說王小菲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必須要跟我妹妹道歉 這個口氣就蠻像是大S 你必須要跟我妹妹道歉 王小菲只要氣頭一上來啊 這個脖子比印度神油抹過都還硬啊 不到先就不先這樣 當時做了什麼事情 她一手也把我們的大S 懷胎九個月的大S 推倒在地上 哇 不得了啦 這時候 推倒在地上的話 如果 不小心的話 可能 可能你們大家知道後果了吧 行 當時誰出現了 就是在旁邊的黑人 黑人當時呢 見狀就直接衝出來 馬上給王小菲一記 這一記呢 是推 是一拳 不可考 因為今天事情沒有釐清 那我也不做任何的辯解 但是我只說 沒有錯 黑人確實有動手 但是我如果是黑人的話我動不動手 我肯定動手 那還有一個人在旁邊是誰你們知道嗎 旁邊還有范范范小 范范幹嘛 范范在旁邊就大叫 她就只能大叫她在幹嘛 范范遇到事情就只能叫 她就只會叫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